印尼巴黎島將迎居團體峰會 但更受全球矚目的莫過於拜席會 中美過招 這是拜登上任後 兩人首次面對面會談 也是雙方第六次交手 拜登試圖建立美中關係紅線 尤其臺灣議題 不能有模糊空間 拜席會臺灣時間十四號 傍晚五點半登場 白宮方面表示可能持續數小時 但會後不發表聯合聲明 而是由拜登在晚間九點半 舉行會後記者會以及接受提問 去年視訊會談時 習近平曾先禮後兵 但一句老朋友遭白宮 冷回切割 外界分析這回交鋒 旨在維持中美對話 防止關係惡化 避免情勢誤判 但並不指望 兩人能夠坐下來解決所有問題 美中緊張之際 白宮官官是在 官員表示不尋求比中國發生衝突 拜登策略是鬥而不破 然而地緣政治角力正百熱化 拜習峰會 誰將搶的優勢 勢必被放大檢視 高下利劍 三菱新聞 金學會報導